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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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各位收看 台湾兄姐妹會 正所謂說得好 民以實為天 吃飯 紅茶大 這個我想 各國新住民來台灣的時候 來自世界各國不同的國家 他們各國用餐的文化不同 但來到台灣之後 可能第一次要見公婆 可能要見岳父岳母 到時候用餐的時候 發生哪些趣聞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 哪些做錯誤的吃飯 而且他們國家用餐的文化是什麼 讓我們節目有一點吸收 一些新的知識 首先介紹的是Beautiful 哈囉 瓜哥好 大家好 找遍世界各地的小馬 瓜哥好 大家好 美麗的月頂 瓜哥好 大家好 我跟你講 有一次參加在東北 在瀋陽的時候 一個好朋友 他兒子結婚嘛 到那邊11點一進場 桌子上 是 是 再也沒有上菜 就大家吃啊喝 只有酒啊喝… 大概到下午1點 餐會結束了 OK 我覺得奇怪 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什麼餐飲 這種什麼文化 他們講 因為他們從東北游深山來的 趕車的 趕什麼的 他們從半夜2點就來了 趕了那個7、8個鐘頭 到早上9點 就吃個飯 1點趕回去 到晚上9點了 交通不方便 這個還不打緊 在這個 杜拜 杜拜他們這個 中東人他們辦的喜宴 也是一樣 哇菜真的 從一大早開始 上百位的廚師就開始做料理 那最好的主菜叫駝峰 駱駝上面那個駝峰 是代表有錢人的巷子 這是脂肪嗎 還有那個羊 整個羊 對 整隻羊 沒錯 然後羊裡面 塞那些 有一些菜啊 什麼都塞進去 然後烤 對 然後有一個人在那邊 斬著 然後你要什麼就幫你騎 對 然後呢 我在那個時候看到的時候 光光這個整個的排場非常大 他們是做長型的 他們不是做我們做圓桌 跟我們想像電影一樣 有時候湯裡面咬一咬 怎麼一直演豬有沒有 對 養演豬 然後演豬還會瞪你 然後他們就整排長 他們是做長桌的 可是裡面的裝潢啊 裡面的布置就很好笑 很像桑林 因為他們全部都掛白色的花 然後搞得好像 好像是一個桑 然後對我們而言 就覺得很嚴肅 不舒服 以我們東方人的角度 就是一個東方人 對 然後呢 他們一開始進來的之前 大概大概六 七點的時候 賓客慢慢來 還有走紅地毯 然後開始耍槍 他們有一種槍在那邊丟 還跳舞 然後在那邊跳 然後有些人在抽水煙 有些人在喝茶 然後弄一弄之後 大概進去大概已經八 九點的時候 要跟阿拉先祈禱 阿拉祈禱完之後 一進場之後呢 所有人坐下來吃一吃 我就看 很快 啪 為什麼呢 我就覺得說 怎麼那麼奇怪的戲 對啊 他們說因為那是有錢人的象徵 代表說賓客來吃一吃 他們就走掉 我就哇 原來是這樣子 對… 你看我們今天有兄弟姐妹 有新同學 何瑞元來自美國 何瑞元來自美國 在台灣已經超過35年囉 Mario來自加拿大 在台灣從事美語教學的工作 第一次來的時候 跟你們的另外一半 你們另外都台灣人嘛 那個餐飲文化有不同 你到人家家裡去吃飯的時候 到公… 等於是你公婆 等於你的岳父岳母啦 Mario 當時發生什麼事情 我非常好害怕 因為他們的 記憶 屁股 記憶 很多東西 我不會 我害怕 告訴他媽媽 爸爸說 對不起 我不吃這個 不要 他們不是 因為 因為翻擠的時候 他們脫膠什麼都放在一起 對 對我們來說第一次看 沒錯 因為我們整隻雞本來就是腳 沒有 我們那邊 脫就不會翻桌傘 不是啊 脫就不會翻桌傘 不是 脫就地底了 你知道在台灣為什麼 整隻雞放在那邊嗎 因為如果沒有人去夾牠 牠自己站起來會走掉 投命雞就是 所以Mario妳第一次看到 是一整隻雞 有那個頭跟爪子 有很多東西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我說 我吃飽了 謝謝 所以這樣嚇到妳 可是他們說 這個特別的 給妳 那不會 那只不會一隻雞 還有其他菜啊 對 可是菜跟魚 跟奇怪的東西 奇怪的東西 就是像我們請國外朋友 來家裡吃飯的時候 如果我們整隻雞擺上去的時候 他就會很清楚告訴我們 我要吃雞爪 或是要吃雞胸肉或是雞腿肉 通常老外真的他們不吃 內臟 頭 還有四隻他們不吃的 我們喜歡吃雞胸 沒有 對 但是吃過之後一次 他們會喜歡會愛上的 對 還是為什麼 回去都一直買什麼老天鹿啊 帶著 對 還有舌頭耶 鵝鵝鵝 對 好吃喔 好吃喔 你看後面喔 比讚 好吃喔 好吃喔 受歡迎下來 所以 我跟妳講 台灣的 對 YA 還有那個牙蛇 牙蛇 牙蛇 好吃耶 好酸啦 沒得救 豬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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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國外妳如果要買這些內臟 妳只有到華 賣不到啦 沒有 太多了 華人開的超級市場 所以 何瑞園妳第一次來的時候 跟岳父岳母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吃那個 給你一大塊 我已經 我就在那裡就在用筷子 分那個瘦肉 瘦肉跟垂肥肉 那爸爸就說 那你趕快 我就說是是是 謝謝 但是我還是不吃啊 為什麼 你重點在於不要蒸 肥的好 你沒吃過肥肉 吃過啊 不好吃嗎 不太 對 不太習慣 你有吃過台灣乳酪飯嗎 有 那上面不都肥了 都是肥肉 有的做得很多瘦肉 有的做得比較肥 或是那個皮 所以你會專挑那個瘦的 我 我找到那一家 他做的是瘦肉 對 會找到一家 越吃越瘦 對 他已經吃出專家了 對不對 叔叔有練過 這個一樣啦 叔叔有練過了 那你吃雞會不會把皮拿掉 對 皮拿掉 皮拿掉對不對 太太說不能吃皮 對 吃雞皮反而更傷 他如果健康著想的話 對 健康 可是最好吃都是那些皮 譬如有一個很有名的菜 叫吃雞肉 吃雞肉就是豬皮 有沒有 吃雞肉 他們把那個豬皮一小塊 拿去那個油鍋裡面炸 然後就兩個棒子 一隻腳 這麼小一塊 可以被它撐到這麼大一塊 然後放在櫃子裡面 然後就整條街都在吃雞肉 那不是跟我們本婆是一樣的 對 然後你就下去買 一大塊吃雞肉 然後就配它有什麼豆子 鹽巴 然後你在那邊沾著吃 然後就喝啤酒 沒錯 那就是台灣本婆 他已經流過水了 很好吃 對 很好吃 我跟你講 拉丁美洲奇加龍 這個是很好吃的 你小時候記得跟著去 Steven 你剛剛一直說 內臟好吃內臟 你是說有吃 沒有…我不是說 我自己不吃內臟 因為剛才是你說好 不是 我小時候 我還沒有吃素之前 我阿嬤真的會煮內臟給我們吃 英國人恐怖飲食大公開 你是不是英國人吃毛肉 沒有啦 哪有只有吃毛肉 不要相信他咧 毛肉 還是吃什麼 我們什麼都沒吃啊 我們什麼都沒吃啊 你什麼都沒吃啊 為了湯匙 Sandra竟然害兄弟醜起來了 用湯匙喔 火湯 什麼叫火湯 它是湯匙嘛 喝醬 只要喝醬 只要喝醬 好 吃醬 小時候 我還沒有吃素之前 我阿嬤真的會煮內臟給我們吃 在美國啊 對 因為 哪些呢 是豬羊雞 沒有…雞的內臟 什麼雞的那個 雞肝 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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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些內臟 它怎麼煮 不曉得怎麼樣 很好吃 可是跟炸一起炸下去 很好吃 很好吃 你有吃過 真的很好吃 南方 又香又辣都好吃 是 對 這個是真的 而且你說那個什麼 竹皮那種東西 我們有一個東西叫 Pork Rind Pork Rind Pork Skin Pork Rind 你吃那個跟你 吃羊魚片一樣 真的 而且你會吃得很爽 對 那個油 我們小時候 然後我們小時候 那個後面那個會捲起來 對 很膨 然後那個油 摸在你牙齒裡面 覺得很口渴 真的 以前我們小時候是這樣 奉迴藝術 對 奉迴啦 所以他們意思說 美國人不是那張 不是那張 還是有的嘛 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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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另外一個一桶 我小時候很深刻 它是有那個 豬腳 還有那個豬一些 什麼豬的 豬尾巴的樣子 就是在一個裡面 叫Pickle Pickle Pickle 靠過的 像泡菜那樣 對 有吃 泡脾腳泡 你應該就吃那個 滷的那個豬尾巴有沒有 還有一個更厲害 在德州 我是舊金山馬加州 我知道我親戚在德州 他有一個東西叫Boudin 一個是 米草 然後裡面是有很多不一樣的 內臟 像你們內臟在裡面 天啊 你美國住哪裡啊 德州 德州 德州啊 我跟你講 德州有電鋸殺人狂 沒有… 而且南方人很喜歡吃 很餓 很喜歡吃 那個是跟美國的文化有關係 有點Sausage的感覺 那你真的還不能去香港 香港那個什麼 臘腸 肝腸的這些 對啊 你們是不是 沒有啦 哪有只有吃毛肉 不要相信他咧 貓肉 還是吃什麼 我媽什麼都沒吃啊 還是Sheet Belly 什麼都沒吃啊 我跟你講Steve 你來台灣的時候呢 跟你的岳父岳母吃飯 有發生什麼事嗎 我是跟岳母先吃 跟那個小岳母 我跟我老婆哥哥的小孩子 一起吃飯 那我們去吃義大利麵 沒有發生什麼 他覺得我吃得很整齊 那個… 因為你攤子拿起來甜嗎 不是 因為… 誰跟你甜啊 鎮痛 那個是千層麵 那個盤子烤起來很熱 很燙 所以就要 從便便開始吃 那個才是會 溫度會降低一點 因為很整齊 他說哇 很整齊 然後他們又來不及 我抱起來帶回家 他說哇 很節儉 又吃得很整齊 這一家好 讚 印象深刻 對啊 讓你去 越來越遠越去 所以剛剛談了三個 他的是最完美的 對 Davey 妳跟宮婆 不是宮婆 跟岳父岳母 因為剛開始來的時候 我不太會用筷子 我們在伊朗 不會拿碗 這樣起來吃這樣子 我們一定會放桌上 然後我已經要靠這樣子吃 那湯匙嗎 沒有 他們會放的是筷子 不是 你在伊朗的時候 我們是用湯匙跟叉子 OK 就是叉子這樣子整齊 然後我就吃了 所以你跟宮… 跟岳父岳母那時候 你是碗放在桌上 沒有拿起來 那個時候我就不會拿筷子 然後我不知道是 到底是要拿還是不要拿 OK 然後拿著這樣子吃 可是拿起來 當然會低啊 對 可是你老婆之前 你們在一起相處那麼久 沒有教你用筷子嗎 有啦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沒有 專心啦 專心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你拒絕 然後文化囉 不是 你可以沾 然後我說 這樣子吃會低嘛 然後不好意思 啊 謝謝 謝謝 來 好… 他今天是不是 誰做養子 我不是嗨他啦 我不是嗨他啦 我是把他內心的東西說出來 沒有 他拒絕就對了啦 不客… 你小心一點喔 我後面喔 我看… 我們常常… 我們常常看電視影集 外國人常常去買那個 一個盒子有沒有 中國菜這樣子 對 一樣的盒子 筷子也不是很會用的 對… 那個盒子很深 什麼敲麵 敲麵 敲麵 不是敲麵 空泡欺騰 對… 對…沒錯 所以你不會用筷子 當時的 所以你會低嘛 然後我不好意思講 馬上就這樣起來 拿起來 反正就做餐啦 然後最後他們說 我才拿 還是遷就的就是 所以岳父岳母 就讓你用一個湯匙用對不對 可是我們是不可能會接受湯匙 因為我們接受那個 對 我是 你是小孩 對 我是小孩 對 我是小孩 對 我是小朋友 我是媽媽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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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回說 她的筷子給你 湯匙給你也是很丟臉 對 你最漂亮就是小孩 小孩也沒人用 我問你 你們國際要用什麼詞 手啊 不是 我們擦的 擦汁啊 你們沒有用湯匙喔 火湯 什麼叫火 發生在湯匙嘛 飲水 只要喝 只要喝 來… 這也是餐桌裡 這就是 不要啦 講勁 講勁啦 歡迎各位收看 大陸就調解委員會 歡迎 喔 不是 我個人說來 等一下啦 這個好懲通 我以前來帶我 也不會用筷子 然後用聰明的粉絲來 放在這邊對不對 筷子放在這邊 然後我燈子因為我不會用 有沒有帶微豆多 我就是拿燈 然後還要講話好 謝謝你 OK 你那時候一筷子會這樣拿的 對啊 因為我以前不會拿 我到選擇還是不會拿 可是我以前不會拿 所以我也沒辦法 我用我的拿燈子的粉絲 這樣子拿 然後我是這樣子 兩個筷子這樣 兩個筷子把東西就夾起來 把筷子當湯汁有沒有 因為你吃飯的時候 你的碗已經要烤在上面 這個才像小孩子來吃飯 小孩子 來 用 小朋友 小朋友真的 當學吃飯就筷子會這樣嗎 對 沒有辦法已經不會用 可是婆婆公公也要拿燈子給我 我覺得很丟臉 為什麼 大家都是在用筷子 我一個人在那邊用燈子 你覺得公公拿湯汁給你 我覺得很丟臉 代表我就是小朋友 我就不要 我就還是這樣子 對 倔强的小朋友 講話你這樣剛好拿了筷子 你們知道台灣有一個習慈 就是說你們如果吃飯的話 中間突然間要離席 例如說接個電話幹嘛的話 你們筷子會怎麼放 你們是把筷子放在旁邊 還是有人插進去 那最大不該這樣 你們都很喜歡人耶 因為我以前被罵過 Senshuang你拿筷子拿這麼高上面 你知道我們台灣也有一個習俗 筷子如果你拿到最尾端的話 就駕到越遠 駕到越遠 你拿下面給你就駕駛 你叫我駕到哪裡去 對 駕到台灣 不錯啊 可是我覺得這種習俗就是 有一天我們的東西就不習慣 像我以前去公公婆婆在家裡 第一次 他們就是知道 我不太會吃中國菜 我就是覺得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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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兄弟笑姐 你笑什麼 我覺得他們好好笑 你買筷子 這個對我講回來就是說 他們從中我 因為公公婆婆是不喜歡吃筷子的 他們很討厭吃筷子 可是那天有叫筷子是為了我 可是那麼多年來 我就是覺得在台灣 我不喜歡吃筷子的地方就是一個 我們吃筷子用手是沒關係 可是台灣我覺得要開 可是筷子放在嘴巴就非常 快有聲音 喔 這個回來我瘋掉了 這個回來我這個是 一樣的就不要做三個 為什麼 他不是吃筷子 不是吃披薩喔 我跟你講在旁邊吃 還有吃口香糖的 你都瘋掉 那個聲音你都瘋掉 我現在我不行 你會吃這種 對 還有一種 他在吃飯吃到飯 好 塞牙縫 不是 我會當病耶 你有沒有看過吃到一半 還用筷子當牙籤的 所以Sandry Sandry剛剛講的意思說 她其實公婆對她非常好 真的耶 覺得說你不習慣沒關係 我買披薩給你吃 對 遷就了你 所以還不錯 不過她個性很倔強 就反應她 湯匙可以吃她也不要 她怎麼把我當小孩 所以你看他們孩子的 他們吃筷子吃得很久 在兩邊一直不懂的 是要我首先呢 就是筷子就來了 你看現在對公婆多好 那Eva呢 妳第一次 我第一次跟他們在家裡吃飯 他們吃很貼心的給我夾菜 然後我老公一直在旁邊 有提我 有提我 我說你提我幹嘛 我後來才知道 他是提我 因為應該我也是要夾菜給他們 Oh yes 可是我那時候的想法是 第一個 為什麼你夾菜給我 我知道我要吃什麼 我知道我要多少 我為什麼 我這個其實我不太喜歡 我比較喜歡吃那個 為什麼 那你要夾就夾這個吧 還好我沒有講出來 還好我沒有講出來 可是他一直提我 一直提我 我說你幹嘛提我 你夾菜給爸爸媽媽 還好他是用英文的給我說 然後我說我絕對不要 你打死我我不要 因為如果我在波蘭 夾菜給爸爸媽媽 我們如果是很老很老的人 腦袋一定有問題 我們才會夾菜給他們 照顧你說比如說有 怕經濕症或是什麼 對 那這樣子我的想法是 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會得罪他們 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才可以解釋 是應該是要怎樣 公婆是第一次見面會這樣 對 日後不會這樣子 知道就好 一般都不太會 第一次 第一次一定禮貌少 你是未來的媳婦 又是兒子女朋友 對 像我們追女孩子有沒有 一開始是幫女孩子夾菜 到後來都女孩子夾菜給我們 是 你看 你看 我們第一次約會都會拉椅子 對 交往三個椅子拉開 讓他們摔掉 對 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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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以前還會開門然後坐 現在開門夾他 吵架吵輸了 兄弟要回家 你一個人往那邊 可是對面還是挖這一個嗎 你答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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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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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我要回家了 這個美音呢 妳剛來的時候 她的婆婆還不錯耶 這樣夾菜這樣子 因為在韓國這個是非常體貼的 因為 可是我來台灣 我最有一點 一開始有一點不習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出去吃飯嘛 然後婆婆拿筷子 然後她不是拿夾菜給我的 她是用夾過的 用手摸過的那個頭 反過來 然後夾菜給我的 不是因為 因為她自己吃過這裡 她就有口水 就反過來用那方面夾菜 我覺得那邊 那個 上面的比口水還要髒耶 你看真的很多耶 沒有 多 因為她講這個也到底 我們沒想過 對啊 我們沒想過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事實上夾菜 不會用自己的 可是問題是說 大家用筷子吃嘛 然後譬如說這個菜 大家在做啊 然後吃 我是不是用到我自己的筷子 還是夾嘛 可是你夾你要吃的東西而已 可是旁邊的人是不是夾 可是大家都要吃啊 沒有 我的意思是 大家OK 五個人做吃嘛 五個人用筷子嘛 好幾種菜嘛 大家要挖 你挖這邊 你一個人挖那邊 可是對面還是挖這一個嘛 你到底有種海外的文化咧 你如果快死 不好意思 我要回家了啦 怎麼這樣 他跟誰拔著 我給你手 好 我來撕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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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得到 預備 開始 這個是基本的禮貌 你夾到什麼 你馬上又拿走了 所以你的櫃子 沒有夾到別人的東西啊 請問你 你有沒有弄到嘴巴 可是我是分的我要是 有沒有人可以發音給他聽啊 對 應該是說 現在有公塊母池 有公塊 有公塊 譬如說五個人去 有多一個攤筷子在那邊 大家在很快 不是 因為你們男生就是公的 公的吃很快 所以公塊母池 大家慢慢一起來用 不是啊 這個是禮貌啦 但是很少人會做到這樣 不要吃那麼快 我跟你們兩個好笑 你們現在在講說 髒的東西對不對 我到納米比亞去 他們吃那個烤羊頭 然後呢 在吃他們用手 在那邊弄那個羊頭 然後吃 每個人這樣 這樣一直吃 因為很熱嘛 就一直流汗 然後我就已經覺得 那個環境很不好了 又有蒼蠅過來 然後他們就端了一碗水 裡面有檸檬 我說 讓你洗手的 對不對 然後他們也是真的 去洗手 洗手 洗手 結果我看到 然後我說為什麼 我說為什麼之後 That's good 因為他把那個油啊 把那個油有沒有 那個水裡面變湯了 變成Soup 還會覺得 喔 那個才噁心 哇 講到我都寄屁給他起來 好可怕喔 好可怕喔 手工的 手工的 對 妳剛剛講 我們沒想到 因為有人真的夾菜夾 不好意思說反過來夾 是 覺得用直接夾OK 因為口水用習慣了 因為韓國人都是這樣子 直接夾 對 沒想到反過來 有很脹的地方 這樣 妳感覺 對 吃飯時間沒有洗手嗎 洗手也是還是會有些摸哪邊 什麼會有一些細菌 對 他講這個到時候 我們沒想過的問題 對 有一點小小小 消了一票這樣子 對 可樂剛來台灣的時候 跟公婆吃飯的時候 我是來台灣的時候 他們 我們家裡那天晚上住 那個做一條魚嘛 我們都迷你家就是 捏的嘛 差不多想 就說 我這個魚頭 我爸拿盤子拿起來 就交給我老公 我老公就這樣捏我 他就說 交給媽媽 但是我們都迷你家 就是要給年輕人吃 不能給老人家吃 我那個 搭老公是那個頭 我是尾巴 所以那一天我媽得很慘 是 因為你知道嗎 在台灣的 魚頭跟魚 一定是要先問 最長輩說 你們吃不吃 對 長輩說 對不起我不吃你們 你們吃你吃 都會先問 想要吃魚頭都會這樣問 所以餐桌上都會給那個 那個是最好的東西吃 對 但是 可是老人家啃比較麻煩 會常常 對 我們都沒家 就是會說怕老人家也到 也不能給小朋友吃 為什麼老人家吃那個魚的那個肉 最好的給他吃 小時候我爸爸媽媽的教育說 出去外面給人家請客 桌上有魚的時候 就是不准去夾肚子 對 因為肚子是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他會馬上把你的筷子打掉 怎麼會 除非人家夾給你 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在伊朗的時候 如果跟我爸在 不管是哪裡 在五六個人坐下來的時候 我們會 當然 最大的先開始 然後我們才開始 還沒有開始 我們還不可以動 因為你們伊朗好像是 有些地方是席地而坐 對 坐在地毯掃面 我們是 這個算是一個禮拜 就是 如果說 我們四個人這樣子去的時候 我們會等 他是最大 真的 年紀最大 所以我們會等 他先開始 才我們開始 OK 不管喝水 不管吃什麼 我們會等 謝謝你 哪裡哪裡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我們最怕吃飯是沒有桌子 只是坐地 像吃日本料理偶爾去做了榻榻米 他桌子底下還會挖一個讓你撥腳 對 那你會有個問題 你們到一兩天吃飯 吃到一半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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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吃了會 對啊 腳會痠啊 就變過動 吃了又變這樣 不行 不行做這樣子 不行這樣 非常不禮貌 對啊 如果真的要做的時候 我們會這樣 就是這樣子 一個小時會這樣 會嗎的 一個小時 還是變這樣 這樣子 就兩種可以 對 你不可以這樣子 因為大人在桌上 這樣子非常不禮貌 好像我爸前面 我的腳沒有辦法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 可是如果是女生的話 如果穿裙子 我不能做這樣 這樣 都會這樣 所以醫老沒有跟女生穿裙子 可是如果我是外國人 不要你做 女生的話都是降蹲的 不是 你開心嗎 我要講的意思說 你有辦法這樣做一個小時嗎 沒辦法 我最怕這樣蹲的 對 我那天去吃那麼料理 光吃一個小時 換了八百個動作 對 為什麼 韓國也麻煩了 你們也蹲那麼久 我發覺到 而且你知道嗎 真的 而且我真的不懂 你們為什麼老是喜歡去餐廳 要脫鞋呢 因為我們比較習慣 像坐在地上 我跟觀眾報告 如果你會這樣跪常跪 像剛剛那個姿勢這樣跪的 如果你跪得很好的話 如果常跪 你身體很健康 可是瓜哥 在台灣吃飯 如果說是長輩坐在我們對面 我們這樣吃飯跪著 其實 不禮貌 不禮貌 非常不禮貌 好像人家是老生 對 在台灣吃飯你要坐得很跪著 剛剛就講每一個國家的 文化不一樣 所以我們接下來談就是說 帶你自己國家 哪些動作會讓你覺得 很不禮貌的 我們要知道 免得到人家國家 就犯到這個境界 有 像我是要去 可以嗎 我沒辦法 我會麻掉 像因為我跟我公公公 他們在一起吃飯 還有我老公在一起吃飯 有個禁忌 絕對不可以 就是打嗝 打嗝是會 但是比你在可能什麼 放屁還嚴重的那種 還有你嘴巴吃飯 我老公說我不想看到 你嘴巴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啊 這真的是個很 對他們來講很大的禁忌 打嗝那是沒辦法控制 打嗝不行 可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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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屁 放屁呢 也是可以控制 放屁可以控制 可以 可以 我只是聽說可以控制 把它放出來 不能控制 可以 可以 可以控制 如果打嗝怎麼辦 全部的人對 但是別人就會覺得 你教育是很低的人 然後會覺得 然後會覺得 對 而且整桌的氣氛 會讓人家覺得 就會想吐啊什麼 不會有那麼大的 有那麼強烈的反應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法國對不對 對 然後我老公還有最討厭 我吃麵 出聲音 那日本人吃麵 一定要出聲音 我跟他翻臉 我說你去拿 我們的麵是不是燙的 對 一定會這樣 這樣吃嘛 對不對 我老公就說 我老公氣到 我們也一直在待會兒吃麵 我們不會 那我老公就這樣 我老公氣到 他就把 我就那你吃給我看 他就把那個麵 放到湯匙裡面 這樣沒聲音 不是誰這樣子吃麵啊 真的啊 我們就這樣吃麵啊 對啊 還捲起來啊 我當今天才了解 對… 你知道吃麵 他會一直捲嗎 捲… 他捲的過程 就讓它涼了啦 也對啦 可是我們吃多急啊 我們都吃熱食的 那還捲 你笑很燈的時候 你不用放在燈子裡面 你拿你就慢慢吃… 不會有聲音 牙籤挑肉吃 這爪快瘋啦 我生個小孩 從我的肚子裡面出來 用一隻瘦的那個鑽肉 然後那個牙籤 這個是最誇張 那個牙籤 把那個裡面的肉吃 挑出來啊 拿起來讓你吃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好… 好… 西餐底衣 你到底知道多少 你覺得台灣人用倒叉 他方式都會錯的對不對 要吃這個 這塊肉的時候 你有很多地方 可以開始切對不對 但是你最好是 左下角開始切 你笑很燈的時候 你不用放在燈子裡面 你拿你就慢慢吃… 不會有聲音 Ariel 你們國家有沒有什麼 哪些是會犯到進去 我媽媽她說 不可以… 喝湯 現在我不可以 如果有人… 我有… 不可以出聲音 你是說吃那個麵還是湯 湯 如果有湯不可以 湯也 湯所以一定要 現在我教我小學生 不可以 我真的不… 我覺得前幾天發生的一件事 我覺得是… 我不敢相信發生的在我身上 因為法國 他們很有名的 他們會吃那個… Scargold 那個… 法國的食物嗎 鐵螺… 關牛… 關牛… 可是前幾天我們吃關牛 就是用一個標準拿來吃 我不吃這個東西 可是你不能用你的手來吃 你竟然用這個夾子 夾子 來抓 你的左手用夾子來抓 然後你的右手 有一個細細的叉子 把那個膩麵的肉拿下來 吃法國甜螺對不對 我剛好前一個禮拜 我老公生個小孩 我們去吃日本料理 剛好那個日本料理 都沒有這道菜 然後我老公跟小孩說 因為小孩子很常在等 所以是那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小孩要看到彩蛋那邊 就說我要吃… 我就… 就馬足了 可是我就不講話 因為我已經答應我老公 我不會影響到他們吃的東西 然後他們真的有叫 叫一番那個關牛就是大顆的 大顆的 風乳 想不到我這一輩子會看到 我生個小孩 從我的肚子裡面出來了 用一隻瘦的那個關牛 然後那個牙籤 這個是最誇張 那個牙籤把那個裡面的肉吃 敲出來 然後小孩這樣 好好吃喔 什麼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你是… 這個就是… 吃那個關牛我就受不了 可是他們吃的樣子 用的那個手都油油的 是吃的 他用那個牙籤來吃 我那個吃不得到 在餐廳這樣吃很不禮貌 要到…要到外面去吃 沒有錯了 我真的哪天好像把他們吃出去 OK… 放下 不… 你這樣講講 你比較高架橋下來 不是那個晉松 金海岸什麼旁邊賣那個蝦的 有沒有 知道… 它就有一個是田螺裡面 全部是胡椒的 對…胡椒螺 有沒有 好吃… 那奶回去每個都把這樣搓對不對 好好吃 那個很好吃啊 這個其實我們想回來 這個不是每個外國人 可以接受這道菜 不是每個人可以吃 可是在台灣你來吃 你要用一個水珍來吃了嗎 天啊 這就很重 這張客氣啦 不是… 搶了 因為這個對我們來說 在歐洲這一種菜是很… 很貴的 高檔的 所以如果你是隨便吃 看起來那個蝦子都沒有 我了解啦 所以它這個是高檔食材 結果我們… 就像他們如果魚刺 拿來這樣漱口的話 我就覺得 而且你知道 自己家裡都自己家小孩 都穿了睡衣還要… 還要用那種器材用… 對不對 這個就是重點就是說 只要我們叫小孩 這種小成大是我自己帶的 要叫他們 不可以這樣子 不可以那個樣子 可是到他們… 我還是沒辦法 他們還是台灣人嘛 他們就在這邊長大 他們還是跟著這邊的玩花 我就是陪著 他們這個動作 就是一個很不便宜的動作 你去哪裡都會看到 在作便宜就是這樣子 雖然已經很隨意了 已經滿榮辱的 不過他會在意這一點 就表示真的 這個東西本來在人家上來的東西 所以是非常高檔的 有一個器具啊 結果我們用牙筋在那邊搓半天 他那時候看到那三個小孩子 這樣弄 他恨不得把三個小孩子塞回去 你知道嗎 你不要伸出來 我跟你說 我一直看他們三個 可是我老公的眼睛是等我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看成話試試看 然後就… 另外意思就是 我會影響到他們 會跟他們說不可以吃… 所以我一直跟著 他們就是覺得 我三個小孩 這個是真的我自己省的嗎 怎麼那麼噁心 那你不到夜市想要買燒酒的那樣 真的嗎 真的是給我做燕一點 我不敢 我覺得這個是好噁心 可是我不會講話 那不錯啊 You're nice 問題是說 甜味是在那個螺裡面 你知道嗎 那個甜味都在裡面啊 你拿出來的時候 你要… 擠掉的人 對喔 對 沒有 叫那個螺就是這樣吃啊 那個甜味還在裡面啊 你那個尾巴裡面的那個長 那個長被才要丟掉啦 對啊 記得我們台灣人 有人吃飯喜歡這樣子 記不記得 那是正常的 我朋友現在也是這樣啊 可是我公公公公看到就說 為什麼會有人這樣子吃飯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在那個就是 韓國啊 對… 韓國人是這樣吃飯嗎 OK啊 這樣很舒服啊 他就會這樣子… 就是這樣 我一開始這樣做 然後撲撲以為我是流氓 你做一次那個動作好不好 我想看看 不是因為嗎 對啊 是這樣子啊 這樣子啊 可是這一個動作是在做 可是這一個動作是在地板上做 對 並不是在椅子上 台灣是不被允許的 有啦 因為我仔細斑他們吃飯不是 重點椅子就這樣坐 你是不是我看過蠻家就對了 蠻家不就這樣在吃飯了 對… 所以說剛剛說韓國 韓國是這樣子腳放上來 是在地板上可以 對 地板上 在椅子上也不被允許 對… 通常是在外面是不會 在家裡 跟家人吃飯的時候 那個是OK的 會放鬆啦 因為椅子的話 對… 對… 對 輕鬆就好 像我們常常說外國人 用筷子好笨拙 那何瑞 你看台灣人用刀叉呢 刀叉有時候也用的不對 所以你就像你這個爸爸媽媽 你親戚他們會覺得怎麼這樣 這麼弄嗎 試一下… 你覺得台灣人用刀叉 方式都會錯的對不對 比較簡單的 最好的方式 你要吃這塊肉的時候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開始切對不對 但是你最好是左下角開始切 你這裡你切一塊 左下角開始切 對…你左下角切一塊 你這樣你看我 我叉子是倒過來的嘛 對… 我這樣切 我這樣送到嘴巴 這樣… 這樣吃 好吃嗎 所以你切一塊吃一塊 全完不能全部切完對不對 切一塊吃一塊這樣 那你不要從這裡切 這樣不對 左下角 那有的人那個台灣人有的還 還可以把這個玉米或是碗豆 還都送到這裡送到這裡 我的天啊 就是這樣耶 不可以 不可以 馬鈴薯泥啊這個 馬鈴薯泥就送到這裡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你這個刀子是 是一個武器嘛 那這個不需要切嘛 你這個要切啊 那吃玉米米怎麼切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你這個是左手 你翻過來右手的時候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拿 所以你可以 因為他說用湯匙是小孩子 所以我們就這樣 我們就這樣 湯匙 你看嗎 對不對 我們就這樣可以 海戰肉 用這樣子吃 對… 我們真的是用那樣吃耶 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你用力拍做這個玉米一跳 那他很厲害 就這樣吃 所以基本上這樣 這樣幾個規矩稍微注意一下比較好 可是我還看很多人 一點紅牌的時候 就開始把它切開 通通切碎了 我一開始就這樣 那是可以啦 給小朋友啦 沒有…給小朋友是這樣子的 吃完了嗎 我還沒有吃完 這差不多了 OK 給你看 沒有 他 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沒有時間讓他吃完 只是說示範要慢慢切… 可是示範 刀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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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規矩 你完全不能這樣子 對 如果吃完了你還要放 對 他可以給我們示範一下 可以 因為我看不下去啊 我還沒有吃完 我還在… 我先休息一下 你吃完… 好… 來 等一下… 如果… 這份牛排吃完之後呢 你吃完之後 先吃一口吧 不是… 我們… 我們吃一口 不是 我們吃完會這樣嗎 不行 不行 這個是不行 你吃飯之後 如果比方說 如果你動作很大 你想比什麼… 我剛剛有去買那麼大的魚 你放這樣子的 你放旁邊 如果只是想比一下 還是很口水 如果你吃飯的時候 還沒有吃完 你想休息 差不多飽了 吃到一半 就是不要吃到禿 你這樣 OK 休息一下 你才放這樣 才是這樣子放的 這樣浮身就可以收了 沒有… 這樣子服務生知道 你沒有吃完 休息 在休息 對… 我們看到這樣會收掉了吧 沒有… 不行 這個是提醒服務生 你還沒有… 我還沒有吃完 我還在休息 我還想吃 OK 然後如果你真的吃完 我很抱歉 我要把這個… 吃完了 吃完了 五點 湯匙呢 湯匙 小朋友不能用湯匙 小朋友要用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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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只看這個 不是 我們是先喝湯 然後喝完湯匙之後 收走了 他們就會收走了 所以這個湯匙在這邊是錯的 對… 這個湯匙就… 所以最後… 抵熱… 所以最後會剩這樣 等一下吃甜點用的 對… 你說放五點鐘就是五點 我們是說五點而時分 就這樣子放 然後不能放這樣 對不起 對… 不能這樣 這個一定要這樣 台湯匙 學到了一個 中場休息 打叉叉 吃完了 吃完了 有的服務生都不知道 如果這樣子犯 他還幫他抬走 對… 沒有人不知道嘛 沒有人叫他 沒有人叫他 吃完了 在台灣有的服務生都不知道 如果這樣子犯 他還幫他抬走 對… 湯匙會有個好意思 一來一塊一塊一塊 大家分著吃 就開始切… 切了十幾塊 你插一塊 他插一塊… 在外國人看大概瘋掉了吧 對…我老公 我老是跟我老公說 你點不一樣我們也可以公家吃 我老公就說 我不要跟你公家吃 對… 對… 他很討厭 他不然我再氣死我 I love to share 不是啊 我對他在氣死我 Share your love Stop sharing food Share your money 我老婆會怎麼做 我在吃… 隨便我吃什麼 調和粉 我在吃 他就說 哇… 我就覺得 不要吃我的東西 你自己給我叫 那個牛排開起來好好吃 我吃一點 對 很討厭 我這個馬鈴薯好好吃 我吃一點 最討厭是你在吃洋芋片 你看到沒有 你看我們兄弟姐妹們 他們對這點是非常反感的 這個真的是各國風俗不一樣 我們是很喜歡公家吃 可以吃很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台灣 特別是台灣男生 還有一點我覺得他們要學 瓜哥 我今天跟你去吃飯 我吃飯的時候 我剛好要上洗手間 我上洗手間的時候你在幹嘛 吃飯啊 我離開我的位子的時候你在幹嘛 我會問你說 不是 他離開位子 你要一直站起來 你一定要站起來 站起來那是一個禮貌 是一種禮貌 你的皮膚一定要離開你的位子 你知道我做這個動作 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不論什麼樣的女生 如果女生要離開她的位子 所有的男生要站起來 要站起來 這是意思而已 對 這是一個意思 這個表演一下 就是這樣 然後就這樣 對 我知道了好不好 有感 我知道了 我在這個什麼 James Bond的那個戲裡面 常常看到嘛 她很紳士 每次吃飯 有個lady起來 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遇到一個女孩子 她憑尿呢 哇 就一個吃飯 她起來二十幾次 對 二十幾次 我問妳 妳要不要追那個女生啊 要 要 130才才起來 不是 是 准理 我在法國也遇到過 我跟我老公還有他的朋友 一起吃飯 妳起來 結果就只是站起來 我想要去上廁所 全部的人就跟著站起來 我還這樣子 坐著 坐著 不行 你不能這樣 如果你跟他們說 坐著 這是非常沒禮貌 不是 我連講 你不能跟他們說 你坐著 你坐著 我連講我都不曉得怎麼講 我嚇到 那應該是叫做站起來 站好 不會的時候 你想吃你就吃啊 這個沒問題 你這是 我站起來的時候 你這是 搞不好 我都不想理他 可是沒有辦法還是要表演 她現在講的是 在他們這個歐洲也好 在台灣真的沒有 台灣幫女生拿椅子開車門 少之又少 因為在韓國的話 我們吃飯可能 你們嚇了一跳過 有沒有 因為我們是一起吃 一起吃 一起吃 是要一個湯 對 然後我們沒有公吃 所有的湯是一起 台灣一起的火鍋也一樣 對 有的時候 有些韓國人如果要求說 可不可以拿給我另外一個碗 那個人是真的 真的喔 對 那有一次我老公是 去韓國然後感冒很嚴重 然後跟我媽媽說 媽可不可以另外給我一個碗 然後我媽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很 OK啊 對 我之前也是感冒 可是那個 那個時候喝那個泡菜湯 我就說那 辣椒殺菌OK 對 對 對 了解各國的餐飲 才知道跟台灣很多習俗是大不同 但是有過油或過不及 都不好 對 我的東西真的是綜合一下 各位呢 吸收一點知識了解一下 但反正呢 我們要做個Gentlemen 對女士要好一點就對了 是 我起來的秀 大家又可以贈起來了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瓜哥 謝謝 歡迎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 拜託拜託 再次拜託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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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